有一个朋友呢,我前一段时间我度他 他一度呢,他马上就信了 就是,而且我度他之前呢,就是梦到过台长 台长呢,就是在我梦中出现,就把我带到他家 直接就告诉我,你要去度这个人 哦,你看看 完了之后呢,因为我度了很多人,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人 但是呢,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会心呢,后来我觉得台长在我梦中出现,肯定是有原因的 后来我立马就去度他了,一度马上就信 信了之后呢,他就 后来我就说,我说既然你信的话,你要念经呢 他说没问题啊,他说我念了 我觉得很奇怪,他怎么那么 我就觉得 说明台长已经给他加持过了 啊,因为我就觉得很奇怪,啊,他怎么一叫他念经 立马就念,因为很多人我度他们的念经都说是 哎呀,这个经刚刚开始念的时候不容易念嘛 啊 啊,念得很困难 啊,这个人呢,我就很担心他 我说你,你会不会念得很困难 他说不会啊,他说我非常的enjoy 他说我,我就特别喜欢念 哈哈哈哈 后来,后来我念他念,我念了很短的时间 我就叫他这样,我就这样吧 我说你开始念小房子了 后来我就给他慢慢一点加量了 嗯 开始念了,但是很奇怪 他念了,嗯,山楂小房子之后呢 他突然,就有一天我打电话去跟他问他 我说你最近念经,今天念得怎么样呢 就问一下他 他突然跟我说,他说很奇怪 他说你,我,你今天打电话来 我昨天,呃,停止念经了 我非常非常的惊讶 我说你为什么停止 嗯 他说,太多了 我认为,这个不应该是理由 但是呢,我说除了这个原因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他说没有 我说你以前不是告诉我 你非常的,嗯 对你来说念经是很大的一个享受 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太多了 后来他就没有吭声 我说他这种情况 嗯,我不知道怎么办好 哦,这个情况 你,你千万不要去 不要去推他 你就让他去,随他去 他过一段时间还会念 这个一种反复很正常的 嗯 嗯,他可能受到某一个人跟他讲什么话了 所以他会有点想不通 但是过一段时间就很好 因为人就是这样的 人对他的毛病就是想不通 因为人种 只要一做一做善事的话 马上变上人说 比方说这个人说 我明天开始来扶老妈妈了 结果变上 扶什么啊 他家里有什么什么情况 他自己女儿怎么样啊 你又要你扶啊 好了到时候 他的女儿来烦你呢 怎么怎么一想 人家第二天就 哦,我不去 很简单啊 哦 有磨刀 哦,因为 因为他呢 就是说 在我 逗他之前呢 他搬过一次家 他搬了新的家 那个 就是他买的房子 他新 就是刚买的那个房子 是在他之前的那个房东啊 家里有死去的一个小孩 就是在这个房子里面死去的 嗯 我就不知道 他就说他念 念经 当时他说 他念经最开始的时候 他念小房子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要念这个 这个房子的药经者 他 他念 他说第一张小房子的时候 念了他说 头 早有的 从来没有这么痛过 嗯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 你不能停 你要 你要继续念下去 嗯 后来他念了第二张 刚开始就头就不痛了 嗯 这个 这个我告诉你 一定是 一定他家里有磨了 嗯 有 有灵性 嗯 他 他也知道 我也是这么快讲 他说 他也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个 没事的 没事的 你放心 没事的 过两天又会你 嗯 那好的 不用不用去 嗯 用不着 用不着 哦 随他去 随他去 这种东西都是要看缘分的 哦 好吗 那好的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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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好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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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再见再见